我還曉得 數據已經在剛剛出爐了 對 喜歡大的 而且拿不到 已經吹了不知道幾次 還是拿不到 因為現在 8比2 真的真的拿不到 喝大罐耶 為什麼拿不到 因為我要64的 可是拿不到 所以你看 為什麼最近平蓋骨還是強強棍 你看像大力光 這個數據其實是比先前大家預估的高很多 反正最早應該是6比4 然後又後來 對 慢慢往上拉 其實這個8比2就已經顯示出 市場上面一個答案了 我最近真的在試 我今天就是說 比如說我問我太太說 你iPhone 6 我給你買iPhone 6好不好 他就說 可是我現在S開頭是那個螢幕那麼大 我已經看很習慣了 已經回不去了 對 已經回不去 你在叫我畫那個小的 我不想要 眼睛其實會告訴我們 對 所以也不是我們一定要plus 而是說 你怎麼那麼晚才推出來 之前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大家都流行 而且其實的品牌也把大家養大了 是 是 因為其實像我們非凡商業台在APP 其實你只要有一些方法 你還是可以連線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在看 就是有時候你在 還有追劇也要大一點 對 都可以做一個比較很明顯 所以其實這個角度我們來回推 為什麼剛剛我們提到了像群創友達 反而它的面板在這邊 今年為什麼這麼好 難道去年就沒有這樣的機會嗎 真的確實 今年開始有一些商品 都開始慢慢做一些帶動 那甚至在年底集團做帳 你看華碩集團 華碩其實它的今年的前塞季營收 並沒有相較去年很明顯的成長 可是它旗下有一個相關的公司叫做 我們看下一張的話 你會發現到是和碩 你看 法人 尤其是外資 這個我是統計三天而有 因為它的獲利成長43個百分點 所以它的股價進市比稍微高一點 1.53倍 可是你看和碩的股價 哇 一飛沖天 有沒有 哇 這種股票 然後你再看看華碩 你就知道為什麼在年底的時候 集團作戰我們要在兩三個禮拜前 就剛剛跟大家講 然後還跟大選綁在一起 你現在想想看 現在有沒有一些比較大型的公司 也開始為了這次選舉 開始在做熱身 甚至造勢的準備 所以這個都跟股市有很大的關聯性 乃至到我們的金融類股 其實他們會講金融類股 其實講了一段蠻長的時間 但是因為今年上半年 其實真的是讓大家不是很喜歡 因為它都沒有什麼在漲 可是到了12月份 金融股會有一些任列比較 會影響嗎 它的獲利基期已經太高了 會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為什麼去特約金融股 因為雖然說它的成長性不錯 可是畢竟在你這個青州已過萬重山 基期啦 對 就是股價漲上去 那為什麼剛剛民間會講會認列 其實它客氣 它不好意思講 最近有一些公司 有一家公司重整 萬一對不對 你這個都是大家去做討論的 就是畢竟它是以前一家很大的公司 盛華嘛 對不對 很兇的腰內肉 對 會不會傷到 這個我們都要去做判別 就是說我不認為它就沒有機會 可是你要提一些準備 還有什麼 金管會不是講嗎 你現在各家銀行以前 那個房地產的那個 那個整體準備 以前可能只有1.2個百分點 1.3個百分點 現在要提到1.5個百分點 我就說嘛 我很想就是身為桃園人 我一直覺得應該要回去 有一個自己的感覺 我說我家在桃園哪裡 我就回去製了一個產 但是這個產一製下去 才發現現在貸款不像以前 那麼好貸 這是真的 李漢威耶 自己從這個行業出來的還會 可是人家更大 對 但是 所以我說年底的 大概金融內股 我們就觀察 把它當作一個撐盤 跟護盤的指標 因為畢竟金融內股 我們一波講起來 所以拜託鄉里看到它 給它條件好一點 我們就條件好一點 關限期多一點就好了 對不對 那有什麼可以看看 你看像洪家軍的洪准 營收市還稍微微幅成長 那它PP比大1.7倍 一定值股來看算還合理 就是你看股價也開始出現 一個冥想的爭位 我認為它年底前都還有機會 那最最最精彩就是在 穿產族群 穿產族群其實是很難分析的 一個族群 比如說像華航好了 它去年賺錢 它今年前三季還累計起來還虧錢 今年前三季是賺錢 可是它偏偏第三季 它其實已經有明顯的賺好的跡象 因為油價 所以其實它的股價上漲 是因為反映單純第三季 那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你要去盯油價 跟剛剛其實信長大概有提到 整個航空族群在旅遊的旺季 其實年底 明年小確幸太多了 今年就已經 你知道現在的這個日本自由行 已經排到幾月了嗎 排到四月 因為聽說四月那有一個連假 只要請兩天可以放五天 那天大家都去做自由行 希望不要完蛋了 萬一訂不到我回去被我老婆罵了 但是就這樣 我就感覺到 其實這個就是有一個很好的商機 再加上農曆年其實慢慢的 有一些台商要回台 所以我覺得航空股還有機會 只是你不能放太大的希望 所謂不能放太大的希望 所謂不能放太大希望 它還在轉好當中 反倒是 可是它就飛起來之後 現在就在高空盤旋 對 就是說它有一定的轉機 但是原因在於說 油價跌得非常的深 所以它的售價不變前幾次價 如果成本降個一成兩成 你是不是毛利率就有機會做提升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 航空股大概 你只要看航空 大概油價都佔它的40% 你要記得大概 大概 但是你還要扣掉 因為它是用美元去算 最後一個我們看一看 剛剛星象大哥講到一檔 就是萬海 我還記得 我滿大概十幾年前 就是很年輕很菜的時候 那時候在一家公司當Mailboy 那個叫Palace 如果你是有帶過國外 你就知道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零售的協商 我那時候就載那個 花美貨運部門 聽說那家公司過去是萬海 數一數二的大客戶 我就知道 原來萬海就是載那些 什麼鞋子 那些一些貨櫃的東西 為什麼它股價這麼強 下面如果看外資 你會發現 我其實這檔股票 我一直在觀察 我就很好奇 所以現在真的是籌碼面展現 可是你籌碼面展現 你最好還是能夠盯緊股市現場 因為我們會告訴你 有哪一些公司 至少它基本面很好 我們看看萬海 萬海是我的表格裡面 最後一檔 那成長性真的是 我覺得景氣真的要起來了 成長300% 也就是今年一到 第一季到第三季的EPS 是去年的三倍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樣的股票 在第四季的時候激起直追 有它一定原因存在 那我想跟大家就是 一個最後一個觀點 就是我們這下一個小小結論 如果外資在這個時間點去佈局航運 那是不是就是表示 它已經開始在換股 換產業 那台股在選後 即將有機會走出一個新的局面 那除了這些族群之外 有沒有再有其他一些相關的類股 也是它最近有機會佈局的跡象 我想下個階段 我們再跟大家做一個 比較明確的分享 OK 那我們先做好了 因為把時間要跟鄭華先來做研究 那鄭華先剛剛特別也跟大家 從一個這樣子一個專題 是大家也沒有想到 那我們來到鏡面 提到了這一些減肢股 過去大家對減肢股 實在是又愛又恨 那因為有的減肢之後很苗條 其實對年度的一個獲利幫助 是很大的 但是明明股價就要被打折 對 股價又被打折 那張數變少了 但是我們講就是說 至少你美化了 比較輕盈 比較輕盈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 除了減肢之外 大家會發現到說 剛才這些減肢的股票 有一個特徵 它們都比較老派 因為新股票不需要減肢 新股票本來還沒變胖 你幹嘛減肢 對啦 對啦 最近就算是沒有減肢的股票 還是有一些表現得不錯 包括美國也是一樣 那當然這最主要就是Intel 那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說Intel 它這一次創了一個新高 大家已經好久沒有看到了 那主要有什麼幾個原因 就是第一個 它對於明年2015的展望 增加樂觀 再來就是說 它配發的股力要大方一點 那這個消息一出 當然最近就漲上來了 可是其實除了就是說 我們講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講一個原因 我說美元再這樣升值下去 未來三年 這真的是美金的強權 大家試想一下 全世界的東西 你進到美國都變便宜了 美國人會變得超愛買東西 我覺得美國的景氣 它真的回來了 你可以想像看 他們買油 買原料 買外面的柏萊品 全部都變便宜了 你覺得美國人會不會大肆消費 我覺得這是必然的現象 未來的一到兩年裡面 美國概念股是 我認為是絕對的 那講到這個復股 當然就是我們回頭看這個intel 那我們去聽一下intel它講什麼 既然它股價上來了 獲利上來了 那我們去研究它換基潮 講這些東西 其實沒有意義 我們不妨看一下 intel它在賺了錢以後 它去佈局再拿幾個產業 對不對 連intel都去買 那我們也學它 這個是一個邏輯可以參考 它總共花費了26200萬的美金 去投資了16家 是創業型的企業 大概就可以觀察一下 它重點擺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 包括像智慧穿戴 物聯網 無線充電 當然這邊又要再一次提到 大資料分析 這個大資料分析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漢威的股東 好 再來就是這個soundable soundable就是有點類似USB 那也是進到這個3.0的這個規格 那這幾個當然智慧穿戴 大家知道嘛 智慧穿戴未來來講的話 就是在我們講就是說 曾經有過一段時間 像包括郭台銘 還有很多的這個企業組 都發表過他自己的看法 那我認為就是說 這個智慧穿戴未來 必然是一個趨勢 那衍生出來的像有包括眼鏡手環 那物聯網的話 當然最有名的就是萬物皆可憐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不妨就來看一下 我們國內是不是有一些公司 會受到這個激勵 那既然intel往這個地方找 我們也看一下智慧穿戴 我們國內就有包括像原相 第一個3227的原相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這個日線圖 那這個就是比較有名 那目前為止的話 先前漲了一段 目前拉回來 在打底的狀態 那原相的話就是說 因為過去我們講就是說 像這個穿戴式裝置 它時常要感受你的心跳 脈搏作為健康使用 那這個部分 原相之前有做過切入 那至於物聯網的部分 我們不妨來看一下30094的這個連結 來看一下它的這個股價的這個位階 那股價的位階 我們來看到3094的連結 目前也是曾經上漲一段 那目前在一個壓回的狀態 那這個就是打一個雙底 等大家發動 那另外一個我們來看到 5272這個部分應該是深刻 也是一樣 那之前展過了一段 那所謂的這個物聯網 當然你就是需要物與物的相連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短距離的一個傳輸 那因此的話 這兩檔股票的話 後續也可以來做一下觀察 那回到我們剛剛的字卡 那無線充電的部分 這個很多 像包括我們的4952的零通 零通 零通我們看到 之前在股價下跌的過程當中 也已經回到這個低檔區 所以這些股票的話 可以看到 Intel在抓的這些大趨勢 我們國內大概上半年都反映過一次 那這個時候都已經下跌到這個 右下角來 是不是有機會打一個雙底 再來就是星象大哥剛剛提到的盛群 然後6202的盛群 在這一波段當中 是屬於這個表現比較好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 它這一次上攻的過程當中 它是直接來挑戰前波的高點 所以這個一旦上去了以後 下面這邊有機會形成一個所謂的 這個應該不能算單腳 雙腳一個雙底反轉 那第一個測距的目標到了以後 看有沒有機會往上再走上來 當然也包括今天強攻的像什麼 迅捷 6243的迅捷 那迅捷的話也是一樣 今天有來做一個強攻 那這個迅捷在強攻的過程當中 它有伴隨著前面這個6243的迅捷 那它伴隨著前面是由低檔彈上來的 我們來看到 就是說低檔彈上來一段 今天再走第二段 那這個後續來講的話 也可以來做一下分享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所謂的Soundable 那Soundable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有點類似這個USB 那但是它是另外一種規格 那我們來看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國內也有 就像我們的國內6217 這個是屬於中探針 那我們看在6217的中探針 一個跳空以後缺口沒有回補 也往上來做一個上攻 那這個我們講就是說 在這個所謂傳輸的這個介面上 那我們持續的可以來做一些參考 那再來最後回到字卡 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大資料 這個就我們講就是說 Intel的這個Snapy的技術 那未來來講的話就是說 它的這個布局 在16年 當然要跟這個台積電展開 十奈米之爭 所謂的正式交鋒 不過原則上來講的話 我們講說股價會說話 如果Intel它的局勢看得準的話 表現在股價上 應該是可以值得來做參考 那剛才它投資的這幾個 所謂的布局的重點產業 大家就可以來回頭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的股價 那我們台灣的股市 是不是也有跟Intel 有異曲同工之妙 後續也可以持續做觀察 OK 那好好的跟大家來做研究 請坐 那我們也跟大家看一下 今天亞洲股市的一個表現 的確算是相當的一個有趣 其中又以這個日元的一個匯價 在今天有稍微的阻擋了一下 沒有再繼續的一個貶值 那最主要呢 整個日本的財務大層呢 這個麻生他還說 哎呀過去這個禮拜 實在呢日元衝太快了 因此呢有一點點的暫緩 那日股倒是在今天五盤過後 有呈現的一個拉到平盤之上 那其中呢又以大家覺得 護港通喔 陸股又以這個上陣中和指數 今天呢漲了1.39% 也跟你們說我們沒有這麼弱的 OK 透過呢見面掌握一下 今天整個亞股一個動態 那留在下階段回來 三位來賓呢各自的一個選鼓的一個撇步 會跟大家來做一些大篩選 待會告訴你